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通试中心这一季的第三集的直播企划,谁来喝咖啡 今天喝咖啡的特别来宾是邀请到我们的唐凤正伟 请委员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这边喝咖啡,算我已经喝两杯了,所以待会不会喝太多 好,那郑伟今天要来跟我们聊的是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 那委员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三个的 好啊,那其实社会创新其实就是让公民社会来决定政府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等于不是说政府想讲什么让大家只有听 而是大家想要听什么,然后政府想办法调动资源 所以这次也是运用一个社会创新的一个模式 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决定我们要聊什么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能够扫QR Code,可以看荧幕上这个QR Code 或者是说到slido.com,然后输入00521 那如果是从Facebook看的话,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小编 把我们的slido的连接贴到留言区 那不管是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大家都会到一个匿名的留言板 那这个留言板里面你可以把你想要问的问题直接key上去 那或者说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那你其实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的赞的数量越高,它越会跑到这个萤幕的上面 那待会就是我跟老师对谈的过程里面 也会一直参考大家就是比较高票的问题来进行问答这样 好,OK,所以线上的观众大家都已经catch到这个slido的这个QR Code 那就欢迎大家提问 那在等待大家提问之前呢,就是我就来占这个便宜 然后可以先请问一下郑威先 我们有90分钟嘛,所以大家慢慢问 是,是,那其实大概可以注意到委员是在近期 也不算近期啦,可能是2016或是之后才开始定这个主题 作为你演讲的主题,就是台湾社会创新发展趋势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定这个主题 是你定的还是第一个邀请者他要定这个主题给你的 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策划叫做台湾的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那个是一个大概四五年大概八十八亿的一个 行政院的一个中长城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规划里面包含大家可能比较有听过的 好比像说大学社会责任,USR 那或者是说在大学阶段对于公益有帮助的创业 U-START,那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听过的 那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 好比像说关于合作社的这个社务的推广啊等等 总之就是我们把所有在社会发展上面 足以就是让一个地方的社会问题 大家一起来用心去解决的这种方式 我们把它增幅到全台湾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 那我们结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当时会定这个主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想要推广这个新的概念 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等待政府或者产业来创新 其实社会上面大家看到没有解决的问题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组织者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增幅大家的想法 对,好像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 那可是后来发现了当委员去谈这个主题的时候啊 好像如果是委员主讲的部分呢 会会focus在这个主题 那如果是像这种线上提问的方式呢 他每次都会已经 嗯,就是 有人劝乱告白啊 对啊,讲一些 有人劝乱告白 所以所以委员是觉得OK的 就是都可以 当然当然OK 是,好 那委员其实,因为昨天是520嘛 然后所以委员他就也跟这个行政院来合照 所有的阁院来合照 那委员对于第二任在 我应该要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其实委员在之前的访谈里面有提过 他接这个政委呢 并不是为了责任啊 或是金钱啊等等之类的 那时候我有捏一把冷汗 然后他的理由是因为兴趣 那所以呢 委员既然又再接了第二任 那显然就是表示这件事的兴趣依然存在 还有就是我薪水大家还是愿意纳税来付嘛 愿意,你CP值很高 所以我们也尽量让纳税过程容易一点 我们要先继续 OK,大家会缴税缴得比较甘愿一点嘛 OK,那请问在第二任的这个政委的这个生涯里面呢 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事 对,我想很高兴就是有这个机会 继续去跟大家一起想社会创生这个议题啦 我们在这次的疫情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说 这个防疫最重要的人是谁 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 对,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靠由上而下的方式去说 这个你一定要逼哪些这个行业关门 不然要刻意重罚或把人关起来 都没有嘛 就是指挥中心轻轻地讲一句说 这个没有办法维持社交距离的 要不要自己检讨一下等等 就是说他都是一种比较巧推式的这样子一个处理方式 那在民间自己就会想出很棒的什么透明隔板啊 或者是粉红口罩啊或者口罩地图啊 其实没有哪一个是指挥中心想的 其实都是社会上面新的想法 那只是有人打1922告诉指挥中心 所以隔天的记者会他们就会增幅这个概念而已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告诉我们说其实像对于像coronavirus这种事情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对了解一点点防疫有兴趣 了解一点点免疫学有兴趣 那大家有兴趣的是当彼此互相提醒照顾彼此 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而不是说大家好像什么民可使有之不各使之之 然后去就是盲目地去遵从这个政府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把这样子的想法 推广到以后更多的事情上面 更多的公共事务 大家都可以就是随时想到什么主意 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 所以其实没有设定一定要做什么 就是想觉得这个模式很好 然后你想要再继续再放在各个不同的 我们其实一向都是用这个模式在进行 只是说这次因为我们比照其他的政权 那其他政权的做法其实是跟这个刚好是很大的对比 那所以就特别看得出这是台湾的特色 所以这个特色若然它是特色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只要做征服这件事 它就很有可能会落实 这就是说为台湾模式 刚刚委员说的那个大家问他说 你觉得防疫的工程是谁 我不觉得大家回答自己 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现在某种程度还蛮推向某两位 那是这样 所以你也觉得 我是觉得很好 因为我会常常就是看大家在这个网路上聊天嘛 聊这个嘛 那其实很多人会说 其实像CCC是要大家保持1.5公尺 或戴口罩嘛 但事实上大家都是保持距离 而且戴口罩 那所以就会有就是说 其实CCC说不一定要戴的时候 大家还是戴 CCC说健康的人到户外运动不用戴 大家还是戴 可能那时候天气没那么热 现在戴不住了 狂掌够到 比较戴不住 对但是就是说 大家都会觉得说 其实重点是 大家都有这种悠患意识 然后大家都照顾彼此的健康 那其实并不是因为说 他听到一个指令 所以才一个动作 大家都觉得说 其实早在CCC讲这个之前 我们都已经就是很注意了 那反而是大家push CCC 去来让大家更注意某些部分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说 为什么像我们指挥官的人气这么高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听到什么新的主意 他都说你早讲嘛 你教教我嘛 就是都是这种 大家共同学习的讲法 那所以当然他的人气会高 可是其实他所散播的这些观念 大部分也都是民间贡献给他的 OKOK 委员刚刚其实有提到两个 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有这个意思 然后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在上位者他必须能够能够容纳 能够查纳亚言 对 那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对于 接下来的所谓的老板或是校长 或是行政长官的标准吗 他不一定要照单全收 可是他不收的时候 他要给出交代嘛 是 哦要给出交代 OK 不一定要不一定要照做 但要给交代 给一卷这样子 对对就队内对外都要交代 所以不只一卷要双面交代 OK谢谢 那现在有一些问题 然后只有一个人趁乱跟你告白 记得要向彼此的问题按赞 目前只有两个人按赞 哦对对对对 好要提醒大家 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 然后委员最后必须要 他需要去筛选一些问题来回应 那所以可能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透过按赞 然后来票选 觉得最有就是比较想要听委员回应的 好回应的 好那大家对于委员的印象 其实请同我就是就是就是说说 好就应该是说 这个社会他很速度很快 所以为了我们想要很快的认识一个人 很常会用贴标签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人 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 可是如果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恐怕就会这样 好那社会上有给委员一些标签 对那委员有特别喜欢哪些标签 或特别不喜欢哪些标签呢 嗯我觉得可以叫我这个现代智人 这个标签还不错 现代智人 可是老师 可是我以为你刚刚你之前在访谈的时候应该是 诶 大家都是现代智人啊 对啊对啊对啊 是啊是啊 是 因为这就是提醒大家 其实表面上面或许我们立场有些不同 但事实上大家都是现代智人嘛 都是陆希子孙啊 不用分那么细啊 OK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像这次的就是 所谓的病毒不会坐下来跟你谈判 那其实二氧化碳也不会坐下来跟你谈判 对就是大部分全球的永续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全球力量一起解决 就是因为他不会特别挑你是哪一国人 或者是哪一个就是种族 或者是族群或者文化 或怎么样 你只要是现代智人 就受到气候变迁 或者受到这种流行的疫情的影响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标签是比较普适的 我以为你有一点点回避我的问题 有吗 因为现在智人 是有人叫我现代智人吗 对对 但是现代智人 这不会是一个太典型的标签 因为标签必须要能够区别区隔 不会啊 有人把现代智人提出来讲 也就只有我而已啊 OK 是是是 也可以 那在之前的有一些 那你有没有不喜欢的标签 都可以啊 随便 就是没关系 反正是别人贴的 就你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 我才不甩你的 也不是而是说 因为它就是 大家等于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影子 就像说slido上面的问题 虽然现在有七票希望我回答对于内阁性的一个失衡的看法 那只表示说我要花时间想这件事情 但是不表示是说我一定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回答 所以你用一个标签来认识我 不表示我要迎合那个标签嘛 是是是是 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讨论破冰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话题就这样 嗯哼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那些标签很讨厌嘛 就是说你干嘛老是觉得我是神童呢 我不能说你干嘛老是觉得我是天才呢 我不能有一些东西不懂嘛 不过其实这就是类似就是hashtag啊 大部分的人现在用hashtag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hashtag的发明人当初的用法了 当初是有点像聊天频道一样 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作粗体字在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你就不可能这个预设说 你限制说 你只能用这五个字形容我 其他的我都不愿意 我想没有人有这样子的规矩的能力啦 就连hashtag的发明人都没有啦 然后在很多标签里面呢 我很喜欢一个标签是思想家 那你觉得你的思想跟一般而言 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如何成为一个思想大家呢 当然他所谓的这个思想家 其实也只是在他们的那个杂志嘛 有十个人是等于外交人员 投票的一个人气讲啦 所以其实所谓的思想家 按照那个杂志的意思 就是说全世界的外交 或者外交国际关系相关人员 有听过我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他其实也只是一个人气场 所以我觉得当然他用思想家这个字 但是实际上他的调查方法 就是网络投票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 我没有觉得我是什么思想家 那但是我想事情的方法 其实就跟大家一样就是跟一个问题相处嘛 然后去尽可能找一些不同的领域的朋友 不同文化的朋友一起讨论嘛 那到最后可能就会综合出一些灵感来 这个跟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好好好好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 我觉得想法真的是一个很很 就是你会你会不只看到这个名词 你会去看这个名词背后它真正代表的遗憾 就是它的调查方法 对对 所以从而你不认为思想家这个名词是一个 就是好看人家这样说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个思想家 就是说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用这样子的调查方法 他其实就是网络人气讲 只是他把它叫做这个 就是某十位思想家 但是就是说当然蒙明宗主人嘛 他的奖项要叫什么名字说真的 不是我们可以就是干涉的 但是事实上这边这个人的思想的关系不大 而是跟外交人员多常听到他 可能最有关系 是是对 所以我觉得是很厉害 就是你能够不被那个名词给局限住 对 是是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啊 那 虽然最高票已经不是刚刚那一位 最高票竟然不是性别失衡 我以为大家这一题一定会很高 因为师大是一个很重视性别平权的社群 我觉得我们学校这一点还蛮算有公似的 是 好 那 我也要准备回答 还是 OK 好啊 所以有1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政府对于未来社会创新政策推动上 有哪一些提高青年参与的规划 非常好的问题 大概分三个层面 一个是参政权 那我们在 就是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里面 有听到说 18岁要能够投票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那当然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成年的这个定义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说 18到20中间是一个你要负一些责任 但是又没有很多权利的一个 类似真空气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在就是18岁到19岁的这段时间里面 把更多就是本来只有20岁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变成18岁的人就可以做 这个是很明确的 那政治参与包含这个投票等等 这个当然是其中一部分 那这个是待遇政治的部分 那当然在公投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说其实18岁的人 他对于提起联署 或是对于这些想法其实是非常在行的 所以其实这些朋友们当我们现在正在做 就是资安评估测试的那个电子联署的平台出来之后 当然就会有更多的力气去在网路上面集结 因为网路上面集结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 你就可以把你的讯息变成是在不同的客群 等于老少嫌疑嘛 去说服大家来支持一个题目 那其实早在公投能够联署之前 我们在行政院就有一个公共政策网路赞誉平台 那其实在里面很多的联署案 好比像说珍珠奶茶的那个塑胶吸管 应该要逐渐禁用嘛 等等 那这个也是一个16岁的朋友提出来的 所以像这些其实就类似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学步车嘛 就是他还不是真正能够居住立法院 他只能居住部长给出交代 但是我们就已经看到15、16岁的朋友们非常的活跃 所以在就是不管公投或者其他直接民主的部分 我想我们也会让就是18岁的朋友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连接彼此 而不是花时间去找到大人帮你说话 这样子的情况 那第三个就是青年事务本身 那我一直觉得说青年事务应该是由青年来给出方向 那我们只是支持这个方向而已 所以行政医院的青年咨询委员当然是一个常识嘛 就是大部分的这些社会创新相关的部会 都有两个35岁以下的人帮忙去指引他们的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的方向也会是 请这些青年咨询委员去带动 会比方向Let's Talk这些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讨论公共政策 会比方向大家对于世代之间的沟通的鸿沟 包含数的落差 那以及可能劳动条件 这些都是青年现在最关心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些公共政策尤其跟青年相关的这些篇章的形成 就应该是让就是全台湾的青年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组成 那这个也是今年会有的一个计划 是那可是其实在之前的访谈应该也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那这个青年的定义 其实应该是说我一开始来听委员讲的第一个回应的时候 我想的是不是在更具体一点可能是民法刑法上面的 那个年纪都 二十慢慢往十八休 是这是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委员提到后面就是邀请青年来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 那青年的定义呢 到底是委员算青年吗 我们行政人情资会的定义的话是十八到三十五嘛 所以我早就不是青年了 所以我算九了 那当然就是还没有到十八岁所谓见习青年 这个也是应该尽可能的去让他们也有参与的空间 但是以行政人情资会而言十八到三十五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定义 当然这个不是不能挑战的 对 我也觉得青年的定义好像会有一点难 因为如果如果是刚刚像委员所说的 如果我们设定是十八到三十五 那他们显难 比如说他们找委员来发声 那就是你刚提到的就是找大人来帮他发演嘛 那所以是不是等于要让 对我是创造这个平台跟空间 但是其实像我们青字会 主要还是我们另外一位副招集员就是陈玉竹 在进行组织的工作 或之前可能黄伟祥或等等这些 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不要觉得好像我一定很懂青年 只是因为我离青年的年龄可能稍微近一点 相反的是其实青年相关的事情还是需要青年来自己组织 自己告诉我 那我的可能一个长处吧 就是把它可以转移成不同世代能够听得懂的论点啦 大概这样子 青年的定义很难 因为随着大家不同的年纪 六十岁就觉得四十岁很年轻啊 然后你还是青年这样子 对 我觉得在邀请那个青年参与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部分除了是 哦你把问题删掉了 好 所以有一部分是大家上面开放的态度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就是所谓青年主动参与的部分 那似乎是某部分的青年比较积极 然后像如果我们看到校园里面可能有一些同学对于公共事务是人感的 学生会或者自治组织他不一定去嘛 对对对 所以好像是需要有一些动力是让他们参与的 那这个动力委员觉得是他们内发还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激发他们这个动力呢 对其实我们看公共这次网路参与平台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除了刚刚讲的世代的沟通跟劳动的条件之外 那环境保护也是非常容易就是大家就调动彼此的人脉去做的一个议题 那除此之外还要包含人权嘛 那像好比像说公投那之前到底公投能不能够去处理人权相关的议题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联署案也是16岁的一位朋友提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概十五六岁这个年纪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会觉得说社会就是怎样 他会从一个比较合不合理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所以环境权啊社会上的人权啊等等 大概在这个年纪我觉得我们不用特别去触发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就会觉得说这个你们自相矛盾 那真的确实是自相矛盾 所以很需要大家来帮忙指出来 我觉得人权也是很重要 然后也应该要一直往下落实去传达吗 或是去传递这样的概念 对那因为刚刚委员提到这件事 我就想到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说 他觉得要在国中生交人权 他觉得好难喔 因为他觉得对他们来说 现在这些权力就是就像是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的存在身边 那他没有被没有失去过 所以他从来也也就是他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他在课堂上可以随便滑手机 他可以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 所以他所以委员你觉得 这件事是已经是对他行为上面的线索了 或许可以从这里当作出发点 对啊 ok 这个如果他真的可以的话 那他属于少数 大学显然可以啦 高中我不太确定 那大学因为大学自治嘛 那然后但是在高中的阶段 就已经比较有争议 那在国中小以我的理解 就是会把手机当作教具的老师还比较少 那当他不是教具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跟手机抢注意力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就是 其他学生的学习的权益 跟你自己画手机的那种个人的自由 中间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冲突 那当然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 用手机扫QR Code 像SIDO 大家就变成教具了 因为就是 你按赞也有地方按赞 留言也有地方留言 所以那个 就引头可以去照顾到 但是那毕竟目前还是少数 所以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权很好的讨论 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应 然后如果线上有很多中学的老师的话 其实当我们在谈人权的时候 不一定要从二八或是从政府暴力开始谈 我们可能从校园里面的手机这个案例就可以谈起来 像我去中间大学演讲的时候 SIDO上有一阵子就是第一名的问题是说 学校为什么可以脱掉我们的摩托车 这种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讨论的方向 是是 不过这个很挑战老师 因为等于他带了这个讨论 那如果他们的结论是 这是影响他人权的 他的课堂就要从此开放 这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就是说如果不是他有感的东西 就像你说你讨论40年50年70年前的东西 你还是要讨论一些他记得的东西 然后去把它当作影子 这样子你才能够同理吗 我下学期的那个课 我请他们来生一个这样的照案 应该是好玩的 好 再来针对现场的问题 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对于蔡英文政府内阁性别比例失衡的看法 那当然内阁性别比例失衡已经很久了 而且跟国会相比的话是越来越失衡 我之前去国外演讲的时候 还说我们的国会已经几乎要40%的女性了 但是这次选举过之后就超过了40% 所以当然还不能跟北欧的国家比 但是差不多跟所有其他地方 尤其是跟亚洲周边来说 其实在国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在国会这样子的情况 事实上是制度设计里面有好比像说不分区里面的保障的名额 那好比像说在之前也有很多立法院争取过的 好比像说带着小孩来上班 这个托婴等等的这些活动 就是大家都要了解到说 就是他不需要在他的就是homemaker 就是照顾家庭的职责里面 去被社会框定说好像你担任立法委员 然后生小孩就不对 那因为事实上社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去要求男性的立法委员说 那你在当立法员的时候最好不要生小孩 那这个好像没有听说这种讲法 所以这很明显的其实是就是传统的那种性别刻板印象在发挥作用 那所以我想立法院也包含设计就是立法委员选举制度的朋友们 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让性别主流化性别友善性别敏感度等等 这些东西在那个院里面持续的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个趴数要越高 对那当然在内阁里面当然一方面 我们并没有什么保障名额的设计 那二方面也是就是当就是专业的常任务官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确实就是那个职场里面 对于他在家庭的部分跟事业的部分就会开始产生一些冲突 对那当然现在稍微好一点点是因为 好比像说我们有蔡英文总统当做榜样 所以没有很多专业的这个常任文官 他可以认为说那样子也是对社会更有贡献 并不是说第一家庭是人类才有贡献 第一家庭是猫跟狗也可以很有贡献等等 但是这个模范的出现也是四年前才出现才开始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比较多的时间 那可能要需要跟姓平会的朋友们一起集思广义 去想说在行政院里面怎么样就是追上立法院那边的脚步 不然的话这两个的事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很可能到最后立法院就已经到达五十五十 甚至过半我们要去保障男性的名额 行政院还在这边这个就是single digit 所以要给他一点时间的意思 制度要设计 制度要设计所以也会认为另一个应该要有保障 这是姓平会的工作 所以我是很愿意跟姓平会委员多讨论这件事 那委员内心有比较倾向就是明确一点的机制吗 我想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如果他有小孩 或者是说如果他对家庭的就是有觉得 长期照顾啊等等这些责任 那我们尽可能的去营造一种气氛 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是担任公职 然后为我们大家服务 那社会也应该就是帮助他去照顾他的家庭 而不是说好像他自己要拉住两头勺的这个情况 那这里面当然就包含非常多 包含其实不同的性别 他的就是所谓的预音家或者是这些的需求 或者是说我们在性别刻板印象里面 如果一个就是女性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回家带小孩 这件事情那不要变成是说好像这样子的做法 这样子的做法是要特别强调他女性身份 那好像说他就理所当然应该要回家陪小孩 那反过来讲如果是对男性的政治人物也有相同的期待 就是说那他也必须要担任一定程度的亲职 或者说他需要支持他的就是另一半去照顾家庭跟小孩的话 那就是慢慢形成一个社会氛围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比较支持说他在这个中高阶的常人文官 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公共服务上面 而不是到某一个程度他就觉得说那我可能就到这边了这样 其实我觉得关于性别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在比如说我自己就很容易陷入一个盲点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已经认为性别平权了 所以我也觉得OK女性照顾小孩OK 然后男性照顾小孩我也觉得OK 所以我已经不太觉得它是个问题 那可是这在社会上它显然就是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的认知其实是屏蔽了我去看待这个社会的 的状况就觉得那个比较奇怪这样而已 那在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制度设计者他可能会面临的盲点 所以我比较具体来讲就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支持系统 对啊像比如说刚刚提到 我也觉得他在上班的过程中 他如果有事情回去帮忙接下来 这很正常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对但是其实不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公共政策网路平台的网路连署案 以前在公务人员工作的时候 你请假一次就要请得请半天 半天 对那然后但是就是说你的假就那么多 那所以再超过了就要开始就是 对对那烤鸡就会不好 烤鸡就会开始被影响 那但是事实上就是说我如果忽然间有事情 或者要照顾家里或怎么样 也许我只需要请一个小时的假 是 所以其实以小时为单位计假 其实是大家的共识 尤其是要照顾小孩或长辈的朋友 那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很快就五千票通过 那也很快也做成这个跨部会的决议 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那但是在考试院又待了一阵子 然后最后才两院去会宣通过 但是就是说连这样一点点就是职场上面的支持系统 都需要靠网路连署 而且一开始还是匿名的 我们全部通过之后 当初提案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叫玛丽苏的那个笔名 才冒出来说感谢这个大家的支持 这当年是我提的 就表示是说这个第一个 出来熟哥 没有没有没有 一开始真的是他提的案了 就是说第一个帮猫挂铃铛的老鼠 真的是不容易 是 因为他很容易被讲成是说 都已经是公务员了 都已经有很稳定的收入了 为什么还那么在意这个个人的福利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很少人了解到说如果没有这种弹性的一时休假的做法 那他其实是很难兼顾他的就是家庭的工作跟职场上的工作的 那这个也不限性别 是 对啊 我觉得像在看 委员在从事政委的这一个第一任到目前第二任 其实你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嗯 还是还好 其实你就是都不用加班 对啊对啊 做口罩时期要加班 对对对 那时候被备征用 OK 所以这些人不用加班 所以这你看真的是你看那个我们这种 呃就是阅听者呢 就会觉得好像你做的事越来越多 然后你就越来越忙 然后越来越没有家庭时间 每天只有回家睡觉 我准时都七点下班 哦 可是一开始不是五点吗 没有啦 其实五点到七点是类似通行时间嘛 哦 就七点到家这样子 对对七点到家 那七点到家之后 呃现在稍微比较忙 确实是因为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些可以跟就是国际上面要分享的 那尤其如果你要跟每周的朋友分享 那其实就是要很早或者要很晚 对对那所以像WHA之前 我有去卫福部 那去跟全世界大概14个国家的卫生官员分享 那就不得不去排到半夜 那所以像这种确实是加班 但是嗯一个礼拜我尽量不要超过一两次这种情况 嗯 辛苦辛苦 就是很好 谢谢违缘 嗯 对所以我们就说嘛 我们的税负都非常的心甘情愿 是是是 对五月六月要缴税了这样 提醒大家 谢谢谢谢 OK 那我们再来 哦 欸问题又跳掉了 我本来以为要来看 有一个资讯站的 有一个冲起来了 嗯 好 好啊 也可以聊这个啊 好 对呃 要发动资讯站 政府相关单位是很有关切啊 一般民众可以有哪些应应对策 或者是一些即时的呃 监控的一些呃平台 可以协助自己了解更多的资讯 嗯 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了 就是呃 好比说趋势科技嘛 就有演员发出一个叫做Doctor Message 就是趋势科技防诈达人 那这个的好处是说 他比较容易说服呃 个年龄层安装 因为他不但能够去辨识一些诈骗的文字 他也包含一些呃 呃就是不时的广告啊 或者是一些影音啊等等 呃 呃他就是类似扫读软体嘛 嗯 所以你可以去呃分享 这个可疑的讯息给他 或者是呃 邀请他进入你的聊天室里面 那他就可以把一些不安全的连结 可能一些缩网纸 点进去之后呃 会中电脑病毒等等 都及时的提醒给大家 所以如果是你是以用line为主的话 其实方诈达人是我们现在还蛮推荐的一个作品啊 那当然就是呃 对政府相关单位来讲 当然是持续都有关切 而且呃 其实呃 其实资讯站它呃 也不是单一的一件事情 它牵涉到好像认知空间 呃就是一些用词 一些措辞 会呃希望洗一些这个议论啊 或之类 是 那一直到这个资安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想每个政府相关的单位 目前都是呃非常的留意 那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直都是在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诶那些平台是不是真的可以信赖啊等等 对 那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平台嘛 嗯 那好比像说像Z开头的某个平台 呃就是最近让教育人员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对 嘿嘿嘿 换了我那时候为了换了 就觉得啊 对对对对 好不容易学会 好不容易习惯了 不过当然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啦 对对 所以你学了一个别的也也还好 那但因为它确实就是从今年二月开始 呃就是有一阵子嘛 就是它答应说 诶你若是在台湾 那你的密要交换的呃就是呃 呃就是呃 过程那个讯息不会传到PRC去 那但它说它不小心设定错了 所以现在就就不小心传过去 后来我们金融之后他就说没有啦 其实现在已经修好 只会传到香港去 哈哈哈哈 要不一样吗 any different 可能是有一点点 哈哈哈哈 对但是我们还在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尽可能的快来落地啦 那落地之后 如果你主要是用浏览器打开的话 那至少呃 不管它的伺服器端 或者是你的呃 使用者端 你不安装任何软体嘛 嗯嗯 这就稍微比较可控 那这个我们还是在跟呃 呃 他们谈判 那在谈判的过程里面 当然呃就是像有一些呃 呃我记得新北市的校长们吧 嗯 那他们就开始运用我们自己家的 这个叫做meat.pids.tw 他后面叫gc嘛 gc这个品牌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不用安装任何东西 送浏览器点进去 就直接可以开始呃聊天了 那呃 呃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课堂上面 好比方你要经营谁啊 等等的功能 对那这些都当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底下的那一个呃 呃就是资安嘛 所以我有请资安处呃协调我们的技术中心啊 这些朋友来试着就是攻击这一套开放原始码系统 那他们打了一个礼拜告诉我说是很安全的 那可以推荐使用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呃等于把它推荐成 也是刚好那个时候无缝接轨就是Z开头的被招一部警了 那所以我当天嘛马上就说那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用一些呃别的solution 那其中有一个是呃开放原始码就是我们的呃 gcmeat 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在密切的关注中嘛 gcmeat它是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它它它就是因为委员有建议 所以我就真的有有去使用 然后就觉得哦它是就因为其实也不懂 然后就想说嗯 委员都说没问题 应该算堪用 对应该算堪用 那可是呃 可是后来会发现它的那一个扩充功能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惯用它 对 所以其实比较不会有人去帮忙开发一些有的没的扩充功能 什么举手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在开源开放原始码之后 好像要再再让它更更更促进一些的使用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事实上在呃就是下一波的就是简单技術建设 也包含呃就是把呃就是学术网路tarnet嘛 然后跟我们国网啊 像我们的gcme就是加在国网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包含它中间的网路的衔接 嗯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确保说我们这样子连到不管在国网还是tarnet 大家延迟可以尽可能很短 因为其实对教学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讲要马上可以听见 你中间稍微抽个一下下那个在场的感觉就消失了 就很很对对对所以包含这个网路的频宽 包含cdn就是我们的呃就是呃就是啊 好比说你中间要放一个影片 那个影片要能够同时在所有人的呃 呃电脑上面都能够瞬间放得出来 而且每个人是在同一秒啊啊 呃不会有些人就是你看完了 然后他还在看的这个情况 这个我们都有相当多资源在做这件事情 是是有时候后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我也是有一次好像听委员在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呃声音其实更重要 对对那我后来也真的就开始可以接受学生好吧那你就开声音吧 我没看到你就算了至少我们声音有有可以互动 对总是效果好一点对我觉得就要要做一个取舍啦 确实是这样 嗯那前面有那个520那个你要毁他都过了 对啊 已经521了今天 没有当然就是我们并没有放松戒备啦 是那呃 对啊这样不是要一直监控对不对 其实呃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平常的习惯 就像防疫最重要的科技其实是肥皂 哈哈哈哈 就大家只要做好那一个就是刚你看到资讯的时候多做一些解读 对可能深呼吸一口气再传出去 哈哈哈哈 然后就不会传出去了 就是你要那些呃就是资讯站的那些谣言啊 它的基本传染数只要低过1 就是说你看到平均传出去的不超过一个人 它就不会引发大流行 对 就像是我们的悲人 对对是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有点影响到我 因为呃以前总是会觉得好东西要跟他没有分享 嗯 那但是因为随着你越来越不确定这个是对的还是 有一些真的是自己领域以外的就是会觉得哦 好吧那就算了不要分享自己知道 然后看了之后但是看了之后它对内在还是会存在一些 对啊 一些一些笑 可以分享给防障达人 好大达人就会告诉你 请报你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对的 OK 是啊是是一个有道理的 对才满足你分享欲望 哈哈哈 就丢过去这样子 对 好吧好吧 那呃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是 OK 它是说社会创新的范围比较大嘛 那所以政策发展有没有比较着重在哪几个面向 哦哦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他他要让你他要让你业配 对啊 哈哈哈 甚至 其实我们我们十七个永续发展目标 其实是全球通用的一个概念啦 那当然我们在不管总统背黑客松 或者是其他的活动上面 我们都发现说大家在台湾 嗯 其实在意的还是三跟四是特别多的 就是健全生活品质跟优质的教育 嗯 那这两个是等于你在街上不管随便问谁 大家都会说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 嗯对 那当然呃接下来因为呃就是我们对于呃 呃气候变迁其实也是越来越看重 那加上我们海卫会也成立了嘛 大家都也很有生态 呃等等 那这些是可能是trending 就是说呃现在大家都会讲 就是说呃气候变迁已经越来越严重 而且呃我们因为一些地方封城的关系 发现说呃排放目标还真的可以达到 四月降17% 哈哈哈 真的可以达到排放目标 我们跟自然可以好好相处 哈哈哈 所以很可能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大家忽然间重新去正视这件事情 那我也我也觉得是因为 好像可惜 对我也是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世界在解决呃SDG3的时候呃已经建立了一个国际上彼此互助互惠的这样一个感觉 嗯 所以以前觉得说啊气候变迁问题太大了 它太结构性了 它需要全世界一起行动 对我们怎么做得到 对但我们现在真的全世界一起行动 有来解决肺炎的问题 哈哈哈 所以大家的自信心 哈哈哈 又又又稍微高一点啊 那我想这些是目前就是在台湾大家比较看重啊 还是社会面向的话呃 当然大家刚刚提到性别平权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健全生活品质跟优质教育大家比较看重的 那在呃就是环境的呃保护上面我想接下来海洋生态跟气候变迁的对策也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那当然呃从就是总统的谈话里面的也了解到说我们的经济复苏其实呃也是包含创新的部分嘛 嗯 那还有十二就是循环经济的部分那这些也是呃相当重要不是说其他的就不重要 我刚才说就是台湾的社会创新者目前呃比较花资源或者比较花时间的大概就是这几个SDG 放在这几个上面有没有特别特别就是具体的例子 当然啦 其实像呃我们禁用那个就是外带的塑胶习惯之后 其实他就是对SDG12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具体贡献 因为你要嘛可以发明一些呃可能本来是农业废弃物但是你把它变成做习惯的材料 那甚至他的呃炭足及时负的都有可能嘛 那或者是你透过呃就是呃循环设计让那个杯子本身就不太需要习惯等等 那这些其实是都很行就是说你到群幕平台呃对 去看就是大家比较会支持的话题 那很多就是SDG9跟12呃这这两个相结合的成果 是我觉得他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商品出来 可是我觉得他一直到没有办法在完全的落实的那么彻底 其实真的是还是卡在经济上面就是他的费用还是相对呃相对高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消费这个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同样两个杯子一个可能快要八百九百一千 那一个可能是一百那这中间的这八百块可能就是等于 你要为了呃你心里对环保的这个认知而额外多付出的价格 那我觉得这个像包括这个这个再回头来看呃SDGS他的这个消除贫穷 这个这个主题其实这两件事就是就是冲突的因为对于我们其实有做过调查 就是大家愿意一价购买的程度大概就百分之十左右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敢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呃百分之十的价格差啊不是百分之十的人啊 不知道 大家都愿意一定程度一价购买然后平均起来如果你本来要花一百块 但是他的一百一对他的社会跟环境影响力是是是是零好了 那你要呃就是多花十块来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大家是愿意的 那到一百二就大家都要想一想 哦哦哦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创新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只有这个百分之十的budget 你就要能够做出你能够证明给的出交代有环境跟社会效益的东西 这个也是很需要就是精实创业的朋友们来一起想一想 我听到百分之十的事情就觉得啊 对对对 默默的叹了一口气 默默的叹了一口气 这也是对创新者一个挑战啊 对啊 可是当他有我觉得这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在经济上面他或许他的生产成本可以降低 可是对于他在这段时间他所付出的创意或他的劳动力或他的企业家精神 然后我们确实给予10%的溢价其实是蛮就是大家不都说创意无价嘛 对啊 然后最强的溢价 为什么我们要推社会创新就是因为我们会一定程度上希望把这些创意的成本也外部化 那像群众募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你群募的时候你的想法可能只想到一两成成熟 根本就像石头汤一样 那但是人家既然给了你钱自然不会想要看你失败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留言板上面有开始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那你可能本来只是想要去买一个纽约时报广告去呛一个人而已 但是在就是支持你的朋友的寻寻善幼之下就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讯息 对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毕竟他们几个人集思广益大概做到这个程度 但是如果那么多人一起来集思广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成品是比较成熟的 是是对 我就是完全一个只付钱 然后不参与就觉得好吧你们去做 然后就觉得CP值很高 对对对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觉得我付钱一定程度是买参与权 是 好那接下来 然后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 好吧那委员我们要念他吗 好啊 有一位朋友问说想请问委员大学的时期都在做什么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面对未来彷徨的大学生 非常谢谢 我是国中中措嘛 中措之后就去创业 那创业之后就去旁听大学 所以那时候大概也才16岁左右 所以 其实跟大家的状况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直接喜欢什么课我就进去听 去上 对那如果教授觉得说不喜欢有人乱入 我就不理他 不理他继续乱入 还是不理他就离开 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对 但不理他就去选别的 对 那所以到最后其实比较会接纳我的大概都是人文科学 哲学的一些讨论课 真的 研究所的课程 那当然好处是说 对这些教授来讲 其实有人愿意来讨论这些题目 他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很有意思 他们并不是觉得说好像学生之间要互相比较 或者是你来这边只要赚学分的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营养 都是很扎实一些 很硬的课 非常硬的课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也觉得说 那我跟教授是脾气平坐嘛 因为我并没有有求于他 他也没有要给我学分 我只是旁定而已 那他也没有有求于我 所以我也要对他的课堂做出贡献 要提出我自己的论点 那所以大概跟教授就是一个共同研究者的感觉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大学生如果在大学时期 已经有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像我是我有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去找大学里面的教授 去一起想 对去一起想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跟老师的研究兴趣就很容易对接 那但如果你自己没有很明确的研究兴趣 那说真的老师也很难帮你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学时期 就是看你的主动性有多高 主动性高的话 大学就是其中一个资源 那而且甚至老师透过老师自己的人脉 都可以再引致更多的资源 但如果自己没有主动的学习兴趣的话 那大概老师能够帮的我觉得蛮有限的 是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谈看看 就是说 以我自己是老师的角度 那我当然觉得我在教室里面 我跟学生是平起平坐的 就是 我不会 但这个是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幻想 你知道可能学生从来不会认为 他跟老师 就是他永远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权力关系 然后他永远都是一个被相对压抑 主要是因为他有求于你啊 就是要给过吗 但他如果只是来旁听的话呢 就没查 所以就鼓励旁听 真的啊 就是鼓励乱入啊 那其实像法国 鼓励教授也要开放旁听 那他去听的时候 他要取得那个学分吗 以我的理解 就是说 大一他其实是 不管你对什么有感兴趣 你就去就好了 他真正的那个筛选 是在大一上大二 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当然你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 也有开始有什么大一部分系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教育学院学习班 对对 就是教育实验 而不是实验教育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 本来我们在学会受语法上面 就给予大学很多的权限 所以主要还是看大学 要不要运用这些权限 去让学生 至少有一段时间 跟老师真的是 没有求语老师 在这个状况 那不管是 好比像说 才记网络学分 这也是一招嘛 因为你如果才记网络学分的话 那当然他就去找这个 他最听得懂的 对对对的 那个老师修课 而不是他被限制 在那个学习里面的 那几位老师中间做选择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都可以在制度上面去 再让这个平起平坐 是真正全力上平起平坐 而不是说靠一个人 愿意平起平坐 是 那可是委员 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们很容易 站在自己的想法来想 就是比如说委员 你是一个很主动的 主动学习的 那可是也不能排除掉 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会选 就是田又良的客来认证嘛 嗯 对就是然后他可能就是 happy 18周 然后对 就是制度上面 难免会有一些 反向诱因的存在 当然了 对那所以 那委员在面对 像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如果有 有某些人可能不是 如同委员这么 反正比如说如我是 是这种偷懒学习的 如果不逼我就不学的 那你怎么给他建议呢 那我觉得到最后 就不要学 不是就是到最后 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 学习兴趣的话 大学能够给你的 真的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东西 对那最多 就是一个学位而已 那我们都知道说 学位其实 越来越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义了 比起你的作品级 比起你认识的社群 比起你大家 一起创造东西的经验 那学位可能之后 你在不管是创业 或者是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是排到 比较后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有更有兴趣的 那当然就去做那些事 我不是说学习 是唯一有兴趣的事情 很多朋友一下就投入创作 投入事务工作 投入甚至政治倡议 我觉得这都很好啊 对那所以我并不是说 在大学里一定就要学习 如果你没有兴趣学习 你有兴趣做别的事 那就去做 我也觉得这是 我们在看待大学 他作为一个社群吗 或者是 我觉得他本身的 这样子的弹性 是真的是可以鼓励很多 对 然后他真的不一定要 或者是他的学习 不是来修学分的学习 他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倡议 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对就是如果你 你不要用教室那个样貌去 去 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 会有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兴趣 对啊 对然后如何找到自己的兴趣 这件事放到大学 会不会太晚了一点呢 还是 就是我觉得大学那个年纪 是一个好珍贵的时段 然后他来 当然如果能够找到 我也觉得很棒 但是有时候在想说 是不是再早一点或是 或是 其实再晚一点也没什么 对啊 我们有很多社区大学 空中大学等等的这些学生 他是到了50岁才找到他的兴趣 是 那也很好 说真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终身学习者的这个愿景 不是靠说好像大家在15岁 就要立定志向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而是说我们对于任何年龄的学习者 我们都要给他充分的支援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刚刚在讲说 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是公务员 你要照顾家庭 应该要很好支援系统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即使他已经 所谓的出社会 那他如果现在忽然间 他发现说 那我对于 钻研我在做的这件事情里面的理论 开始产生兴趣 那他的学习动机 说不定比一般 考进这个系的人还要高很多 超积极的 我觉得找到兴趣就 对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去结合 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那是有点像夜市的角色 就是大家彼此教学相长嘛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大家就不是说进大学 然后出社会 而说他在社会里面 随时可以回来应用大学的资源 进行学习 是是 我觉得身为老师最深层的感觉就是 当然我们也要精进自己的教学能力 把课程准备好 可是如果在这一个 呃 不晓得任何一个契机 一旦你能够点燃学生对某件事情的兴趣 那真的很好 而且他他不一定会再来找你 他就去找他更有用的资源 因为对 然后就会很厉害 对 就会非常开心他去做了这件事 没错没错 是 他问你在大学是一座什么 就旁听这样 没有 那时候已经在创业了 对 18已经在创业了 有位朋友追问说 兴趣到底是怎么找的 就是到处乱辱啊 对 就是到处旁听到处理解说 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那其实大家如果就是在一个良好的气氛 好比像说咖啡很好喝 我还是喝一口好了 耶 有点 对 有点随来喝咖啡的感觉 对 咖啡不错 对 就是在很好的灯光啊 气氛啊 这个饮料啊 食物啊等等 就是怎么讲 就是它是一个过场 就是说 它是让你的情况 准备好接受新的观念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对它发生兴趣 那如果其实你就是要硬把它背下来 你也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只是为了明天要考试 完全一样的东西 其实它会扼杀那个兴趣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一个相对放松 而且是没有预设说 你一定要拿这个来做什么应用 有点像是 就是所谓无用之用吗 就是说 你就是学跟它相处 那你想到什么再说 那你想到什么再说 的那个情况 不预设你的产出啦 我觉得兴趣就会发生 兴趣就会出现 好有人立刻追问 很不错 AI以及未来 这个 好啊 这是一个产生许动课 对 这是很好的问题 对其实你只要打 AI.taiwan.gov.tw 你就会看到 AI.taiwan的这个 这个专门的网页 对 那我想就是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这个是一个愿景啦 但是实物上面 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确保说 第一个我们 对AI出的题目 其实是辅助我们的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 也就是说 大家都面临到说 有些很有经验的老师傅 他比较难找到学徒的这个情况 一方面当然 当然我们应该要租进技职教育 但是二方面是说 事实上人数就是变得比较少 对啊 对啊 所以事实上他就比较难找到学徒 那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训练一个机器学徒 那他其实可以传承老师傅更多的经验 而且年轻人也比较有兴趣 因为这样他进入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不是好像一直弱于那个老师傅 但是他可以跟他有彼此各自擅长的部分 就是老师傅有一些他的智慧 他很难以言传 那年轻人透过这个演算法 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能够传承下来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由这个中小企业的师傅出题 那由这个AI的学生解题 那这个好比像人工智慧学校等等 都是运用这个方法来进行吗 我用不来说打菜 其实我很喜欢刚刚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透过演算法去萃取出某些 某些能力 很难教的东西 对对但就是好像我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力 他是可以分离来学习的 但是有一些对于 就我之前前一个服务的学校是在科技大学 那好像在技职体系里面有一些师傅 他就是觉得你就是要跟着 然后就是慢慢做 然后你磨三年都做一样的事 然后你突然会感受到 然后你突然有一天会就是 这很棒啊 这很棒 那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其实几乎每一次讲社创都会举到 就是很有经验的这个简陋员 那他就是听着水管 他听那个声音就知道他有没有漏水 那如果有漏水 他就发挥创意 开始解决漏水 但如果没有他就去听下一个水管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工作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听没有漏水的那个部分 那个你很有经验的话 你需要的时间比较短没错 但你就算没有经验 听久一点 你也知道他没有漏水 对 那但第二部分才真的是需要就是智慧 就是你要去看他旁边的地势地形 那你解决这个漏水 你不要造成更多别的问题啊等等 那所以其实需要传承到人类学徒的 很可能是有创意的这个部分 而不是就是任何人来做都差不多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当时在总统的黑客松 台湾自在学公司 提这个抢救水宝宝的时候 他们机器学徒所判断的其实就是 把那些显然没有漏水的排除掉 然后把剩下几率高的高速师傅 他就是做这种就是完全很初阶的大下手的工作 就是任何人在做的时候都会觉得 好像我有点浪费时间的工作 那这样的话年轻的人类学徒才有 比较大的动机去学这门技艺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那我时间应该是花在有创造力的部分 就是听就是漏水的部分怎么办 就是我解决漏水的部分 而不是听没有漏水的那个很融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工作 里面都可以分成融跟不融的部分 那透过植物流程再设计的过程 我们可以去把这两个区分出来 那一个交给AI 那一个再交给人类的学徒 改考卷 改考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现在可以用手机这样扫过去就改完了 对 有一些还是要扫 还是要扫过 其中到现在还没改完快要哭了 是是是 辛苦辛苦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打断你的AI后面还有一些 其实五个啦 那但是没有关系 还是没有完 就很很 因为其实这个网路上都有 大家可以自己看 在我看 我想在5G的时代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它会把就是世界各地的距离都缩短 那这种就是高度的临场感 就不是只有马路可以做到 网路也可以做到 那所以其实你有一个创新的文化 变得比什么都重要 而不是说就是你离高铁站到底多远 是 你可以离高铁站很远 但是你还是透过就是扩增实境等等的方式 就加入一个国际的创新的生态系 那这部分是就是包含我们的新创的像在林口啊 或者在沙轮啊等等这些群就是cluster 这些群聚 那现在群聚讲一些都要想一想是什么意思 还是cl这个字 对 那或者是 我们财务也该把他踢了题 对对对 的播动重庆 对对对对 那或者是说去确保说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他需要就是社会上面一起来实验一些新的做法 好比像说应该下个月吧 在那个半夜你就会看到无人的公车 开始在这个心理专用稿上面开 对对对开始练习 他一开始也不载人嘛 他就是去习惯这个路 那也习惯大家对于这种无人车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等到慢慢习惯之后 他就会开始慢慢去载人 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测试场域 跟就是我们在法规上面的协作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个缓慢融入社会的过程 那很容易你发生一起意外 大家就开始 就会立刻不反对这种科技 就以后就十年不用做这个题目了 对对对 所以这种就是低风险的 明确的标定的测试场域 那对于像无人载具这些也是很重要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都有很好的 就是沙盒啊等等的实验条例这些设计 所以就可以你同时在台湾 同时试很多种不同AI的应用 我们就会知道说哪些是assistive的 就是哪些真的能够帮到人 那哪些只是完全artificial 就是人工做出来其实并没有真正有这个需求 那没有需求的我们就感谢投资者帮大家付学费 那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们就把它变成我们的法规的一部分 那这些大概都可以直接你找AI台湾或找5G台湾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都是委员会参与的案子吗? 我大概都有看 这很有意思耶 而且像那个高度临藏感啊 我觉得真的是要 我目前啊 我原有提过一个就是见面三分情 然后网路两分情 视讯两分情吗? 我有点忘记了 对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高度临藏感的那个好像还有待努力 对就是会觉得 我可能或者我还没有那么的跟上这个趋势 就会觉得还是现场的情况会再好一些 然后像如果要完成所谓的高度临藏感 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大家一方面说 如果我们两个已经很熟了 那我们 远都没关系啊 对就没有关系 主要是因为我脑里已经等于有一份你的模型嘛 对对对 所以那些就是稍微一点点传递不到的讯号 我可以脑补 那这个脑部大概是正确的 那但是对于陌生人来讲 就很难做到这样子 所以 其实像他们5G测试的时候 有一次是 好像一个 就是乐团嘛 它里面一部分人在一个地方 另外一部分人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透过5G还是可以jam 那就是因为他们默契非常好 对对 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 其实像做远距医疗 跟远距教学 也有点像这样 就是如果远距医疗师 其实你已经很熟了一个在地的护理师 或加一科医师 然后他又透过他的专业去跟在远的地方的专科医师去沟通 那这样的话是比较work的 因为医师之间有他们共同的这个训练的过程 那他跟你之间又有人际的关系 但如果是你直接跳过中间的这个加一科 或者是在地的护理师 直接去跟专科医师的话 而他又没有见过你 对你也没有任何了解 那这样其实确实目前远距的感觉 还是差那么一分情 所以有一个就是中介者在中间 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那教学也一样嘛 双试教学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老师在掌握当场的学生的学习状况 没有的话 学生里面自然就会有一个小桌长 出来担任这样子的角色 也是很明白的 是是 所以其实 所以或许视讯他 我们应该希望后来是不需要建立在这些 既有的认知 既有的交情下 就还能够尽量让视讯达到这样的功能 对那因为有一个追问 有一个追问是说 可是我们知道5G布点是 就是比较多比较贵 那这样会不会变成反而偏乡 这个没有办法接渠道 那或者是就是只有很有钱的人 或者他能够搬家的人才能接到5G 对那就是说我们这边想法其实是越偏向越先进了 就是不管是5G的那个贫谱标筋溢价的那个部位 其实NCC已经很明确的说就是现在4G受讯越差的地方 要钱 你就越先布5G 对 就你用5G去补上现在4G收讯的一些破口 那然后最新的好的这种远居教学或者是远居医疗的这些技术 也要优先的去让不管是离岛原住民族的地方 或总之现在4G收讯不太好的地方 能够先享用到 那这个是很明确的政策 那院长在就是他刚刚就任第二任的时候 就是前两天也很明确的说就是在5G的时代 我们就是先去看社会分布不平均的这些数位资源 数位弱势在哪里 那我们就特别去用5G 特别对于教育跟医疗这两块去把它补上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会照着这个方向来做 委员本身是会认同 所以会相信这件事真的后来会以弱势的优先 我想我们看4G的做法 就知道说我们做的还不错 嗯哼 对就是我们喊出宽评远缺 那最后也真的做的还不错 嗯哼嗯哼 对要期待 对有时候就是会会觉得它 它可能口号是这样 可是不确定 但如果看4G跟Cable跟光纤 就是达到宽评圆圈 10Mbps per second 我们达成率是很高的 在技术面我相信应该是更没有争议 因为它完全可以被检测 对但主要还是说它 Endpoint 就是实际上你以它来学习的时候 你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那那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因为它必定还是要牵涉到 教材教法的一些革新 对那所以这也是我想示范教育体系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我要努力 要大家在就是过程里面就习惯看直播上同时课 那这样未来你透过直播去教你的学生的时候 你就比较习惯一点 是是 当然到了现场还是会有一些 一些就是要调整的地方 可是或许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 整个整个大学体系 不过我等要再特别强调 因为可能现场有一些观看直播的朋友 他并不是师大的同学 然后师大现在的定位 并没有那么的完全朝向中学的教师 我们其实定位是一个综合型的大学 那所以学生的比例 师培绝对是我们的专长 那但是学生的发展就是 并不止于教师这件事 对然后我们也有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才在这个学校里面 对非常好 对就是这样也比较好玩啦 你看老师可以认识一些不同领域的人 那他将来就可以再把这些资讯都带到课堂上去跟学生分享 对啊其实跨领域跨世代 我觉得才彼此都有学习动机 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哇 有一个社气的题目 对 对 同学 就要请现场的朋友要点 就是稍微投明确的票数 那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来回应这些问题 好 好那所以要 要回答这个社气的吗 OK好啊 有一个朋友问说 这个这几年台湾社会逐渐开始出现社气嘛 那大众也开始认同社气的理念 我们现在从大概 我一开始接这个社会创新的题目的时候 大概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 能够讲得出这个到底社气是在干嘛 那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慢慢往二分之一迈进 所以逐渐快要变成主流化了 确实是这样 那但是这位朋友想我讲清楚一点说 社气跟所谓的商业型非盈利组织 之间的区别跟合作不太了解 可不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对 那其实社气对我来讲 就是社会跟企业中间的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就是有各种组织形态嘛 那这个组织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那所以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商业型的非盈利组织 大家想到可能写汉儿的时候 想到可能是面包啊或者饼干啊或之类 那其实他们也有做艺术创作 那他们也有做 现在还有很多那个食品加工啊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诶其实在就是广纳市的就业里面 其实不是只是这些朋友好像很可怜 我们要去可怜他 而是说其实他也有就是 已经拿到证照的烘焙师傅 我还有跟他学这个怎么烤波罗面包 那或者是说他创造出来的艺术 其实是我们都创造不出来的 因为他们有很独特的看世界的角度 所以慢慢的就是说他们透过商业的力量 透过一些服务跟产品来说服大家说 本来是好像只是照顾弱势的这个NPO 事实上你可以是透过商业的机制 来照顾更多的人 那所以这个是传统的所谓的有服务 或者是有产品的NPO 那这个是一种组织的方法 这当然是社企 你知道能够把社会跟企业 用一个明确的使命去连结 然后调动市场 那个就是社企 但是当然现在因为公司形态 在最近就我们公司法在修法之后 我们去说公司本来是以盈利为目的嘛 那所以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话 就变成说股东好像随时都觉得 我才是需要你给出交代一群人 但是我们现在在公司法里面有说 你知道张成写清楚 说其实你除了盈利为目的之外 你有某些帕数 你想要去照顾你的社会目的 环境目的 其他有去发展目标 那这样你的股东就是 你要投资你就要知道这件事啊 你要投资的时候 你事前要详阅公开说明书 对有赚有赔等等 那但是有些我们叫做 就是impact investor 它就是因为你能够帮整个社会 跟环境省钱 能够帮社会跟环境创造效益 所以才投资你 如果你只是创造它的金钱收益 它反而不投资你 也有这样子的投资人 那所以我们这是所谓的耐心资本 那所以这个时候设计也就开始 除了传统的NP的组织形态之外 开始出现公司的组织形态 那当然如果是一群劳动者 本来就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达成公共利益 但是我们也要自己 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去分享这个生产的成果 像很多农业合作社 或者劳动合作社 利用合作社都是这个情况 他们也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式 去选举理事主席 然后定期改选 等于类似一个小的 民主共同体的这个概念 但只要他能够说 我能够解决什么环境或社会问题 或是一个大部分的 共同利益的话 那他也是设计 所以我们社会连结企业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管你中间这个连结 是那种主持形态 你只要 我们叫做就是 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 就是说你讲得出你的 具体的目的使命是什么 那你能够有至少一项 就是产品或者服务 能够跟市场互动 那而且最后你每年至少 都给出一个交代说 这个市场跟你互动 到底怎么样促使你 达到你一开始的那个使命 不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做生意 那只要这三个都做得到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登记的平台 叫做社会创新组织的登记平台 或者社创平台 叫Si.Taiwan 所以你只要到Si.Taiwan 就可以看到大概有 超过四百个不同的组织 那在这上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选说 你想要看一下是解决 优质教育啊 健全生活啊等等 那些SDG 还有优质教育 那这些就是做教育创新的 那这些它每个 这边都有揭露它的章程嘛 那都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说 它到底你跟它做生意 怎么样子去确保说 你的钱能够可以转换成 社会或环境的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多看这个目录啦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哪一些社器 那它不管是挑NPO形态 合作社形态 公司形态 随便什么形态 我们都把它当做社器 是是 OK 这个刚刚 那个委员点的是教育 那里面有好多个 都都看过 我没有想过 他们有登记在社创平台上面 OK 很有意思 对 其实我自己在看待社器这件事 它很好玩 那特别是我教的是经济学 对 然后我们常常都讲 厂商是以盈利为 就是它要MESMA拍 那 我在想说 OK 因为我现在还在我的 经济学里面 悠悠自在的来谈这个主题 那可是 社会其实已经有对 社会企业的这样的需求 那是不是面对社器 它的某些行为 会跟经济学所描述的 不太一样 而这样的不太一样 应该要如何用模型 或是用 其实也很好 它就是一个外部性 等于是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一本账 大家共享的空气品质 气候变迁等等 是大家共用的一本账 是 那有些人他赚钱的方法是 扣那本共用的账 造成功有利的悲剧 来赚钱 那他在台湾 他其实社会就有一个力量 去要求他给出交代 如果他一直去剥夺 后代子孙的权益的话 那就会被当成这个无良 黑心或什么 就算他不违法 就算他不违法 也是会被抵制 那台湾社会 你抵制谁谁就倒 这个是很明确的 所以社器其实就是 用这股强烈的抵制力量 但是把它翻转过来 变成一种选择性消费的力量 好比像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好比像说像某一家咖啡 我就不讲名字了 之前用了某一个鲜入来源 我就更不要讲名字了 然后造成了一些争议 所以那家咖啡 我开头的就去改用另外一个 就是用群众募资所做出来的 这个就可以讲了鲜入方 来当作它的供应来源 那当然这不是只是公共关系而已 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教育 就是告诉大家说 那由这群兽医群众集资 所做出来的这样子一个 比较有永续性的 鲜入生产的这个过程 到底是满足了哪些 用去发展的需求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教育 它无形中也是在倡议说 大家要更在意 这个共用的这本帐 而不是说好像大家都 从里面去就是拨补 来让自己赚更多钱 所以我觉得这是 完全可以用经济学来建模的 是对 也就是说你的效用 有一块是来自于 对整个社会的认同感 然后它带给你的 就是你觉得你对社会的付出 对的这一块 但要努力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一块 有一部分是可以货币化 就是说SROI 就是说你花一块钱 帮整个社会省了多少成本 对 那有些环境的 像好比像说碳交易 其实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在做 的概念 但是当然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货币化 但是我想我们为什么每年希望大家提出这个报告 就是因为说 其实我们知道上市柜公司已经透过GRI 大概都为了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它上市柜它必须要对整个社会做交代 已经给出这种交代了 所以我们是吴宁是让初创新创中小企业 也能够像上市柜公司一样 学着对整个社会做交代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慢慢从CSR的部门 慢慢会变逼底 因为当你给的出交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别人的这个废弃物 事实上可以是你的原料 因为它是在做循环经济 或者是说大家都在意同一个题目 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些钱 也许你不是投资给你自己的基金会 而捐给你的基金会 而是你投资给跟你在解决同样 社会问题的其他的社会创新组织 那这样的话 BD的那个触角就会变得很大 而不是传统的那种 就是你做CSR只是做你单一的CSR 那我想GRI也是往这个方向再走 委员你是一个理想化的人吗 还好吧 还好 不是比较有内心吗 有内心 对就是好像 我觉得这是委员所描述出来的 那一个社会的样貌 或是企业的样貌 社会企业的样貌 我觉得是非常让它向往 对 然后就是 可是有时候就会再回头想想看说 这件事 比如说报刊 委员提到的那个底子 它可能会成功 但我们其实也有知道一些底子 没有成功 那当然 然后 也不是每个群众募资都成功 是 我刚才是举很多成功的例子而已 是 对 然后也有一些甚至 比如说我是相对黑心的企业的话 就要低调 不要被发现 然后他就可以就是持续的吸这个外部的这个利益 所以这种参与式验证 参与式共同保证 现在在台湾才会比较开始风行 因为消费者都不是觉得说 我一定就是找一个第三方 他说了算 因为太多低调的朋友 对 那很多人都是觉得说整个就是产销履历的过程 他都要有可以参与的空间 大概是这样 是 好 那我们我们还剩一些时间 然后我们应该要来看看 有没有哪些要加速回应的 哦哦 OK 疫情过后的台湾 还是委员你要不要先瞄一下 有没有几个题目 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都 是拍票数 对对对 接下来就会 可能再回答一两个问题 时间就到了 那有没有委员特别想要谈的呢 我是觉得还好 反正就是 都可以 大家票数高就表示 是 我有回答到12个人吗 哦 12个人我们想要问说 认为疫情过后台湾优势在哪里 哦 大概分三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我们内部的 就是 这次就是所谓什么同舟一命 生死与共 那个都不是形容词而已 但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是 强烈的这种感觉 所以 大家都会觉得说 在这种大家互相守护彼此的这种心情里面 很多争议是不必要的 很多争议是可以放下 尤其是那些就是非常短期的东西 对 大家忽然之间都会想说 这个长远的利益 是什么 是比较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呃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面 呃 我们会看到说 比较多大家开始能够讨论 好比像说 总统就之前说 也有提到的 这个思觉失调 这个 呃 就是社会对它的容纳 等等 这些传统上是稍微比较冷门 而且是 大家会用一种比较 短时间的就是复仇史 呃的角度 或者是贬损式的角度来谈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我们会觉得说 不管它的状况怎么样 都是共同体的一份子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会开始愿意用一种结构性的 那下次怎么样不会再发生 嗯 等等的这种建设性的角度来谈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去做很多 就是社会上面的长期议题 是非常有帮助 非常正向的一个因素 对 愿意静下心 开始去想说 欸那我不能只是靠污名化它 或者排除它 它就在共同体之外 那就像现在大家发现说 欸如果这个健保保费没有缴要所卡 还好没有所卡 不然就是有症状的人 就不会去就医了 那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共同体的感受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过程里面 并没有采取封城 或者是其他非常就是高压的手段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公民社会 还保有非常高的创新的能力 那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粉红口罩也好 口罩地图也好 什么都没有哪一个是CCC想出来的 都是公民社会自己想出来的 对所以在以前公民科技社群 坦白来讲 就是像我也有做过一些公民科技的案子 像蒙点等等 但是他会使用的人大概就是某个圈子里 就是可能小学老师 大概很多会听过蒙点 但出了这个大概用的人就没有很多了 所以对一个公民科技的专案来讲 可能你有十万个使用者 就已经是有一个极限 其实很厉害了 有一个天花板 大概百万就是一个极限了 那但是像口罩地图 其实你把一百多个口罩地图加起来 很可能是接近两千万人 大家都在用了 对对那这个时候 他就不是只是Civic Tech 就是公民自己做出来的创意 而是他变成类是Civil Engineer 就是像造桥铺路那样 所有人都要用公共工程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都发现说 其实本来我们以为社会部门的创新它有一个天花板 再上去你就需要政府或者是大的企业来去吃 但是现在就发现说 不是 事实上你真的可以做出一个几千万人都在用 至少一两千万人 这还没有把韩国人算进去 但是它要有共感的 但是它要有共感的一个议题 对 还没有把韩国人算进去 对的这个议题 但是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模式 一个带动的一个效应 那下次再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 那我们能够用既有的 大家已经习惯的 这种模式去解决 我们是不是也弄个什么地图 大家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说好像人潮啊 或者哪些地方有哪些可以用的设施啊等等 所以就类似像共同编辑的这个感觉 那或者是像这种即时更新数据 所以你到药局拿了9片口罩 你等个两三分钟 刷新地图 就看到数字有减9 那如果加9 你就马上打192 口罩打1918 但不是重点 这种就是参与时共饱 那我觉得这个 比起刚刚我讲的就是 共同体重去看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还要更多 因为这不是只是讨论问题 跟就是面对问题 而是这是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那我不用特别当政府 我就做到一个程度 而且把它分享出来 那这是第二个优势 那第三个就是国际的嘛 我们提出了这些解方 说真的韩国就直接拿去用 他们就开始做口罩地图 那又或者是说在国际上 因为大家现在会开始 引用台湾模式 那去包含我们的沟通的方式 包含那次总裁 总裁在十四国的会议上面 相当红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会 开始去看到说 原来你可以在处理 这种大的结构性问题的同时 去深化民主 而不需要去牺牲民主 那这个对于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 本身就已经非常有利 那又再加上说 我们有很多机制设计 好比像说我在那个会议 可能我开头讲第一句话 事实上就是说 就是刚才我们会不会的朋友 有提到说 我们有送了多少口罩 在里面其实有多少多少片 是多少多少台湾人的心意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是 而且你如果要看人民 这个人民在某个平台上面有 台湾canhelp.us上面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 对于国际上面来讲 我们不会只是好像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地理名词 或者是一些大家的刻板印象 比如说珍珠奶茶 那些都很好 但是大家就会讲得出很具体的故事 就是说 它从台湾模式里面学到了什么 而且呢 这是一个大家共有的资源 如果你之后有什么想要创发的 那你又可以分享回台湾 所以这种 我们叫epicenter to epicenter 就是从一个爆发的地点 到另外一个爆发地点 中间这种双边关系 我觉得是接下来国际合作 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非常重要的 就是可能会采取这个模式 对对对 其实我以为你刚刚提到那个 就是让国民来捐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厉害的招 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可以打消掉 我们国内对于某些 一些问题的争议 因为其实你知道那时候 还是有一些争执的点 当然 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一个 就是设计的这一个 对对对 就是那是我来捐的 那这样政府送总没有问题了吧 OK 是 然后 我刚刚提到的其实的第一点 我觉得会很想要跟在场的观众来分享 就是说 其实 在等于2016年以来 我们其实看到整个社会 国际社会 包括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 它的对立都越来越严重 不管是像 英国托欧 对对对 两极化 然后川普当选 或者我们国内其实也有类似的现象 那所以如果真的能够透过 那个对立的意识会变成 反正你讲什么就是 永远都不OK 对 那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种所谓的 我想这真的是我们台湾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其他国家没有没有试过这一个 就是所以它可能的对立依然存在 对 那我们能够抓着这一个效应 然后真的去倾听彼此的意见 这真的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事情 那还有第三个点 委员在提到就是对国际的这一个影响 我有时候会回头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么需要被国际看到 就是我们不能像某一些国家 它其实没有被看到也非常的自在吗 对 然后为什么我们可能好像都会需要一些 台湾之光的 我原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嘛 对就是我们会需要一些 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 天才IT大臣啊 就这种来自国际的这种赞誉 就是不能那么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没有这么多亮点 也依然在这个国际社会上面存在的非常开心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都会回想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 为何我们需要被 对 那么认真的看到 好 那因为接下来大概剩下十分钟的时间 那所以呢 我们要来做一下一些收尾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可能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问题 但是我很想会听听看委员的想法 就是其实台湾社会还是有一些问题 那而且有一些是很大型的 那比如说像贫富不均 对那贫富不均对应过来到 刚刚委员其实有提到就是 有一些刚刚的提问他就有提到说 5G会不会有这种成像差距 那这其实也是贫富不均之后下面的问题 那所以想要看看就是委员怎么看待台湾的贫富不均的这个现象 那如果再把这个现象放到教育 对那是好像有一些升学资源啊 教育环境的这些差异 那这些差异是好还是不好呢 还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 对其实我想为什么院长特别强调就是偏向的教育跟医疗 就是因为教育跟医疗这两个传统上在台湾 它并不是资本主义逻辑 就是它是大家互相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逻辑 你只要刷过健保卡就知道说 你一旦刷健保卡你就进入社会主义的世界 刷金融卡你就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 这个点真的有气耶 我没有听过 对对对 实际上这两个逻辑都是并存于台湾 是是是是 那所以我觉得教育跟医疗啦 教育跟健康 这两件事情传统上面 我们本来就是有一个很优良的传统就是 你不能够落下任何人 那因为你落下这些人的话 第一个当然一个民主政体 它的正当性就成问题 那二方面是说 其实从就是贫折月平负折月福的这个 马派效应什么 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代如果只 就算只是把那个差距扩大一点点 它会让下一代 让大家更平衡更困难 那因为你一开始的出发点就已经很困难了 对 所以我们才需要说 像刚刚讲的就是 五局要特别优先的部载 特别弱势的地方 然后特别需要这种新的教材教法的地方 等于是越偏向越先进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概念在教育部跟在微服部 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一向都是用这样子的逻辑在在营运 那但是我觉得 我们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 不是我们自己内部的 而是说 好比像说如果有钱的人 他可以去付很多的钱 而是在国际上面 取得更多的教育资源 那或者是 因为他有语言上面的优势 那然后他就可以 可以透过英语 或者其他的别的国外的优势语言 那去碰到很多更多的 网路上面的教学资源 对 对 那这个就不是 我们完全只靠 然后我们自己这边的老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 相反的他应该是要有一个环境 嗯 其实我前两天才在跟 呃就是 上一届刚刚协任的原转会的 呃一位朋友在聊到这件事情 那他就很倡议说 呃是不是有一个原住民族学校法 来把实验教育里面 他们那种全族语学习 嗯 跟我们的课纲 去做一个衔接 嗯 让他们在可能 呃小学一二年期 学族语嘛 那族语大概都是用罗马拼音 嗯 那他就不学波波波波了 嗯 那他到可能二三年级 直接开始学英语 那然后就开始用他的族语跟英语 作为他的两个主要语言 然后就开始去跟全世界接轨 那目前这个只有在实验学校可以这样做 是 在国教里面是没有没有这种事情 对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对 而且他其实我们无法想象他后面可能的成本的 或代价是什么 对 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那对他们来讲 其实他就一下就翻转 他不需要觉得他是一个好像 相对弱势的语言 或他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机会 相反的因为他英语跟他的族语都很流利 所以他一下子就跟整个波利尼西亚的文化 一路到毛利的文化等等 就是有一个很自然的联系开始出现 对 那这个时候他说不定反而是文化优势 而不是文化弱势 说不定还是我们的这边的就是学汉语 作为第一母语的学生 要去岛内移民去跟他们学习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当然是我们现在在讲 都有一点点幻想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们不能够在技术的部署上 或在法制机制的设计上 去扼杀到这些可能性 因为有非常多的就是原住民族的朋友 正在非常努力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 然后所以委员其实面对的 还是先针对教育资源不平等这件事 来想方设计 而且不是齐头式的平等 是每个地方他有独特的文化 他有独特的在地的这些资源 我们尽可能让这些东西进入教学现场 是是 好 然后 其实委员他在之前的这些访谈里面 他非常常用这种 slider的这种方式来跟大众来对话 那我想问问看 委员在以前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有哪些问题好棘手 你觉得不知如何回应的呢 还是 都还好 都还好 因为我不懂就会直接说不懂 OK 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是有问题的 其实 很多时候 我如果去学校演讲 他的那个来的层级越高 校长副校长 所以越会出现 那为什么要脱跳我们摩托车 的这种问题 就是他其实要问给他们看的 对对对 其实当然我不是能够解决的 但我在嘛 他也不好意思不回答 OK 所以就一个媒介的概念 对一个媒介的概念 然后我还有一个想法是 大家其实很常问你一些类似重复的问题 对 你有没有曾经过有 那个问题的答案是改变过的 当然了 会与时俱进 对 我的意识是天差地别的那种改变 就举例还说好了 本来大不出来 不是不是不是 比如说假设 本来A后来变B 对对对 比如说我本来觉得 爱情是 崇高是不能用金钱买到 后来 后来 后来发现金钱才是崇高 我想是没有了 没有这样子就是的情况 但是本来答不出来的那是有的 像刚刚讲的那个 台湾在AI时代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规划 那当时真的没有 我当时去打AI台湾 那是一个英文问的问题 那当时就是第一页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回答的东西 要么是中文的 要么就是其实是什么Facebook的什么粉丝页 一个粉丝 或者之类之类的 对 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帮助 然后 那当然 你自己做 对对没错 所以我后来回去之后就跟这个吴正宗老师说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网站 那后来我们就把网站做出来 那这个在搜寻引擎排名上 你很难赢他 因为他的网域就叫AI.Taiwan 你全会比较低 我们一推输就跑到第一名 是是 永远都在这上面 对以后再打AI台湾就不会找不到了 那所以我每次被问倒了 大概回去都会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OK 所以答案是会改变 但是这不是我个人的立场改变 而是幕僚啊 各部会的同仁帮忙把这个答案 让我下次不会被问到 对 就把这个solution做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我就自己来做这样子 是这样是这样 好 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呢 直播大概要到了尾声 那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这个唐峰正伟 在线上跟大家聊天聊得这么开心 那要谢谢大家来收看这一次的谁来喝咖啡 那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见 那如果大家对这一次的直播呢 是感到兴趣的 那请务必追踪 我们通事教育中心的粉丝专 那按赞的话呢就可以 后面的活动就会跳出来 大家就可以follow到这样的资讯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掰掰